大家好!我是FullinFam! 今天我要聊一下西方和中国反哺的区别 反哺也就是养长辈的孝心 因为我跟一个朋友讨论了 然后我发现我们... Sorry Stop what you're doing please! 如果你开始工作了 你该不可以给父母钱 嗯... 因为我知道在很多亚洲国家 一开始工作 一般来说 你会开始给你父母发工... 不是发工资 就是给他们每个月赚钱 因为他们把你养大的对吧? 然后你开始工作了 你就得还他们一些新意 好像是这样对吧? 就是一种 allowance 给你父母的 allowance 在西方好像没有 或者如果有的话很少 我们谈到这个 allowance 就是津贴 好像是津贴 而且在西方 父母一般不会要求这种钱 因为他们觉得你开始工作 你得到的钱应该是你的 然后... 然后父母生孩子 让他们的孩子付的钱 是他们应该已经医疗到的钱 而不是说 我现在养你 然后之后你开始工作 你还给我 西方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说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这样的想法 但是如果你提到 孩子应该给他们父母 父母补钱 给他们津贴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那为什么在英国不会想这一点呢? 因为... 一个重要的因素可能是 在英国 50岁以下 60岁以下 还是可以养自己 他们不需要孩子 一般来说 然后如果他们需要钱 孩子肯定会给 但是不会主动要求 我有钱 但是我还想要你的工资的部分 没有这个说法了 不管这个孩子 就是想不想给 给点心意 啊你 你对我这么好 我想给你一点钱 父母也不想要 因为他们有钱 但是有一个例外 就是如果这个孩子 比如说20岁 20岁 21岁还住在家里 父母会要求他们 给 房租 因为在西方 如果你18岁 19岁以上 然后你还 已经开始工作了 然后你还住在父母家 还在 也就是说 还在用他们的钱 养自己 还在吃他们的饭 还在住在他们家里 一般 英国的父母会想说 哎 反正你有公司 反正你有工作 你有钱 然后你不想 自己花钱 租房 那你还是要给我 不然你绑出去吧 因为这样有点过分了 但如果父母 已经什么都不给这个孩子 他们不会说 你还是给我点津贴吧 因为毕竟 是我把你养大的 然后你欠我的 没有 没有这个说法 我知道中国就是一个习惯 一个习俗 传统嘛 中国的传统 英国就没有这个传统 但是 直到现在 我主要说 我主要说 18到30岁 然后他们的父母一般是 40到60岁 那60岁以上就不一样了 因为 因为 开始 老了以后 需要更多的帮助 然后可能 他们需要你帮他们做饭 或者买东西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 跟 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 对吧 这个时候 西方的孩子就开始 我站起来 我帮你 我每周会看你几次 我给你吃饭 然后吃饭的钱我付 然后 你如果需要去养老院 或者需要去医院 如果有什么费用我付 这个时候 孩子们就开始 帮很大的忙 就是说 父母需要的时候 孩子们会在的 但是父母不需要的时候 孩子们 不会给他们今天 不会给他们什么东西 因为 毕竟这个时候 年轻的时候 20多 20岁30岁 这个 人 要为自己生活 因为他们还没有自己的家 对吧 但是等他们父母 60 70岁老了 需要孩子的帮助 协助 这个时候 孩子就比较孝顺 好的 今天就是一个文化区别的视频 因为 有一个朋友也跟我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西方和中方 确实有点不一样 然后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点不对 或者你觉得 这个我觉得有点意见 我觉得这样应该 应该这样做 我觉得西方做的不对 我觉得中国人做的不对 我觉得亚洲人做的不对 也可以 你可以在下面评论 或者在微博 也发个评论什么的 或者什么平台都可以 我是冯方 爱你们下次再见 拜拜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有提到就是 如果一个人生了大病 然后需要很多钱治病的 这个孩子们会出吗 或者怎么样 因为在英国医疗是免费的 所以一般没有这个问题 但如果有这个问题 比如说你车坏了 然后你是要换一个轮台 轮台 以后还是会还的 你知道吗 不会是白给的 一般不会白给的 好 好 谢谢 谢谢